小王小王 极寒模式终于回归了 比之前好玩太多 嗯? 你别笑 呃 极寒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不过看周围的状况这应该不是血 而是某种面粉一样的物质 话说把这玩意吹到屏幕上是为了防滑吗? 搞不懂 首先需要两把武器 一把AK和一把装有八倍镜的武器 然后找到吉利进入听声便位 接着再打开背包 快速将第二把武器上的八倍镜装到AK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快去试试吧 有一说一 每次遇见这样的投稿我都很苦恼 讲道理 玩过一段时间的都知道这肯定是骗人 AK就不能装八倍镜 但是每回还是有不少人看完视频说 诶 主播 你都没试过凭什么说别人骗人呢 来来来我试给你看啊 先剪枪 装上背镜 进入听声便位的同时 把瞄准镜装上AK 你瞧 根本就不可能装得上嘛 原视频是很明显的P图加美化 旺周知 今天发现了一个厉害的Ball 一进场就开始跑过去 请慢心看完哦 记住是往这个方向去 跑到空投箱那里 跟着我的脚步来 进来后就往上走 然后到空投这个地方了 然后就慢慢地等空投出现 必须靠近空投 这也快到时间了 现在就考考你们的手术了 太慢了点 但还是拿到点物资 这个Bug是存在的啊 空投箱里的物资 在上飞机的前一秒 的确可以失去 不过不管你的手术有多快 这些物资都没法带上飞机 落地就会清零 但是被你捡过的空投箱 里面的物资就会直接消失 没办法复原了 所以综上所述 这是个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建议 两天的移动烟雾弹 大家还记得吧 那时候就有不少聪明小子发现 虽然看不见 但是往中心位置输出 就肯定能打到人 于是在此前的基础上 就有人开发了2.0版本 方法视频里展示了 拿着平底锅趴地上 让队友把烟雾弹扔上去就行 成功后 烟雾会附着在平底锅上 直接形成一个侧面保护 切换武器或乘上载具 烟雾弹就会随着平底锅的移动 保护你的后方安全 实战作用巨大 趁着还没修复 大家抓紧吧 很多人说 这是以后版本要更新的特训导建筑 名字叫恐龙乐园 其实我猜就是听声变位的装饰品 进来之后抬头就能看见 想上去的方法也简单 进入听声变位模式 翻窗的瞬间点退出 控制好方向下落就OK了 当然听声变位的场地里 必须得有玩家啊 不然就会直接消失了 成功之后的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还挺漂亮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看 可是我是凶软呢 吃鸡的匹配机制一直很迷 尤其是双排 三周年版本没更新前就有不少人抱怨 说自己王牌能排到薄金 其实这很正常啊 因为吃鸡类型的游戏 一把对局需要100个人 除掉人机也最起码都有50个 就算是端游最热门的时候 同段位玩家数量不够 加入其他段位的凑数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现在的高端对局主播冲榜 几乎都要去招募里找队友 还有一个个审查KD 就是为了防止水平差距过大 或者打赢游戏加分少的情况发生 看了眼评论区 有不少人说自己青铜都能排到王牌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 有见过的兄弟可以聊聊看啊 匹配最大的分差到底有多大